大家好老韩 今天我们来看你家车厂 2023年在美国市场的销量表现 本人的AI英语频道 现已丢人上线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点亮 小铃 大 首先看尼桑的 2023年尼桑韩音维尼迪品牌 全美终端销售 898,796台 同比增长23.2% 其中尼桑品牌 2023年全美交付 834,097台 同比增长22.2% 音菲尼迪品牌 2023年全美交付 64,699台 同比增长38.8% 分车型来看 昔日尼桑的走量车型是三串 2023年全美交付 109,195台 同比增长41.6% Ultima 2023年全美交付 128,030台 同比下降8.5% Maxima 2023年全美交付 9,651台 同比增长35.7% Leaf 2023年全美交付 7,152台 同比下降40.5% Z系列 2023年全美交付 1,771台 Pix 2023年全美交付 66,823台车 同比增长21.8% Frontier 2023年全美交付 58,135台车 同比下降 23.7% Nissan的大皮卡 2023年全美交付 19,189台车 同比增长27.4% 大玩没干过美西零头 Petfender 2023年全美交付 71,710台车 同比增长23.9% Amada 2023年全美交付 21,185台车 同比增长77.7% Rock 2023年全美交付 27,458台 同比增长45.6% Murano 2023年全美交付 31,137台车 同比增长3.5% Infinity的 Infinity的Q50呢 2023年全美交付 6,201台车 同比增长29.7% QX50 2023年全美交付 9941台车 同比下降 10.5% QX60 2023年全美交付 29,383台车 同比增长77.3% QX80 QX80 2023年全美交付 12,696台车 同比增长76.2% 目前看 在Infinity家族 QX60呢 还能算的是销量担当哈 宝马单品牌 2023年全美交付 50,777台车 同比增长37.4% QX60 2023年全美交付 22,401台车 同比增长7.4% QX60 7系 2023年全美交付 10,811台车 同比增长80.9% QX60 QX2023年全美交付 210,042台车 X3 X3 2023年全美交付 6372台车 同比下降4% X5 X5 2023年全美交付 72573台车 同比下降11.9% X6 2023年全美交付 1077台车 同比下降26.3% X7 2023年全美交付28,797台车 同比下降6.2% IX2023年全美交付17,301台车 我们看到在宝马家族 轿车基本还能够实现同比微增长 但是像昔日的走量侧型 家族的销量支柱 包括X3、X5 2023年都实现了同比下降 反倒是电车成为了宝马品牌 2023年的产品增量 奔驰 奔驰2023年全美交付351746台车 同比增长0.2% 基本就跟去年持平了 那我们看看奔驰各个车型的销量表现 CLA2023年全美交付9802台车 同比增长11.8% C-Class2023年全美交付32698台车 同比增长24.8% E-Class含CL2S全美交付17075台车 同比下降9.3% S-Class2023年全美交付112430台车 同比下降22% GLA2023年全美交付112623台车 同比下降10.4% GLB2023年全美交付116710台车 同比下降28.2% GLC2023年全美交付40253台车 同比下降38.6% GLE2023年全美交付57696台车 同比下降8.5% GLS2023年全美交付24056台车 同比增长15.3% 奔驰的WAN系列 2023年全美交付69517台车 同比增长8.3% 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C-Class之外 其他的轿车产品 全部实现了同比下降 在奔驰的传统的SUV走量车型上 包括GLC啊 GLE啊 也出现了同比下降 之所以能够让奔驰实现 2023年同比销量微增长的 应该归功于电车哈 电车的量呢 起的还算比较猛 这个不知道是有意为之呢 还是市场的误打误撞哈 奥迪 奥迪单品牌 2023年在美国市场交付了 228,550台车 同比增长了22% 奥迪分车型来看 奥迪A4 2023年全美交付 13,550台车 同比下降11% 奥迪A5 2023年全美交付 23,777台车 同比增长30% 那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包括像A5 已经超过了A4的销量 4系已经超过了3系的销量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 A6 2023年全美交付 8319台车 同比增长39% A8 2023年全美交付 2259台车 同比增长42% 这2000多台一年 基本就是S大哥的零头 虽然S大哥卖的也不多 Q23 2023年全美交付 28,931台车 同比增长50% Q8 2023年全美交付 13,550台车 同比增长45% 可以看到Q5 2023年在美国市场的 同级别销量里面 表现还算抢眼 也可以看到 奥迪品牌的这些主销SUV 油级产品 也是都实现了同比增长 当然奥迪的电车销量也都有增长 也为奥迪的总体销量增长 贡献了一份力量 保时捷单品牌 2023年在美国市场交付了 75,415台车 同比增长7.6% Payken 2023年全美交付 7570台车 同比增长4.1% Henemeyer 2023年全美交付 4205台车 同比下降0.4% Hen 2023年全美交付 20,475台车 同比下降3.4% Macan 2023年全美交付 26,947台车 同比增长13.8% 大众品牌 2023年在美国市场 终端交付 329,029台车 同比增长9.3% Adlas 2023年全美交付 60,859台车 同比增长13.7% Adlas Crosport 2023年全美交付 34,816台 同比增长22.2% 大众的TELS 2023年全美交付 58,889台车 同比下降0.4% 图观 2023年全美交付 76,228台车 同比下降13.9% Adlas 2023年全美交付 37,789台车 同比增长8.4% 可以看到大众品牌的这些SUV表现还不错 轿车 像捷达 2023年全美交付 47,408台 同比增长23.9% GTI 2023年全美交付 7,451台车 同比增长7.6% 最后我们看看三菱 三菱单品牌 常用车 2023年在美国市场交付了 87,340台车 同比增长1.8%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欧兰德 2023年全美交付了 42,501台车 同比增长3.8% 另外呢 像插电式混动的欧兰德 2023年全美交付了 6681台车 综上今天就是我们看一看 我们从官方渠道能够看到的 目前还在好好的报销量的几个厂家的 2023年的销量表现啊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